打开蒸笼 热乎乎的挂包 铺上厚厚一层爽口酸菜 再叠上一块入口即化的矿肉 最后加上香菜撒上花生粉 挂包咸甜咸甜的滋味令人垂涎 台湾夜市常见的同班小吃 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肯定的美食 刚出炉的2020毕比登推介店家 台北有7家小吃首度获选 像这间第一次入选的挂包 只要50块钱 就能享受到米其林美食 独家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的挂包 这个挂包皮是用手工做的 像这个肉 这个肉还是要做得很烂 入口即化 它里面那个控肉卤得很软烂 而且非常的入味 很多的咸香 那它里面还加了酸菜去去一些油腻 然后也还有加一些糖 所以它吃起来我觉得它的风味还蛮多层次的 首度入选的还有这一味 传统油面加上糖心蛋 和充满嚼劲的礼姬 结合日式和台式风味 而一碗招牌面加上小菜 一张100元就能享用 像我今天点的就是它的招牌 70块钱再加银鸭 这样子100块钱就可以搞第一餐 那它的气率是非常高 超好的 很高兴这个 这个大家给我们这么一个鼓励 这个新鲜的食材 跟这个怎么做 对大家的健康上比较有帮助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 其他入选必比登排行的 还有华西街 景西街 南京厂夜市等排队美食 平民价格又料多实在 台湾特色夜市小吃 约上国际美食名单 让国内外民众更有口福 不过也要担心以后恐怕得花更多时间排队 才吃得到 欢迎新闻王家杰陈丽婷 台北报道